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18年12月19日 再来更新一期显卡赴美生子 今天想讲一个比较实用的话题 就是在赴美生子这个领域当中 有哪些谣言 或者说罗宾总结的十大谣言 然后再来做一个相应的澄清和辟谣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 第一个谣言是 在美国生完孩子 美宝每过一年都要去一次美国 否则他的美籍就会被剥夺 这个呢就是一个属于 比较低级的一个谣言了 就是一旦美宝通过落地的方式 获得了美国的国籍 他的国籍是不可剥夺的 不管是任何人出入境也好 国务院也好 那个美国总统也好 都是没有资格剥夺这样的 通过落地的国籍获得的美国国籍的 那唯一他失去美国国籍的方式呢 就是等美宝成年以后 自动提交申请 自己提交申请 放弃美籍 那才有可能他的美籍才会失去啊 所以说无论你去不去美国 即使你这一辈子都不去美国 你的美国国籍也是不会被剥夺的 OK 谣言二 美宝满五年要换护照了 那一定要出境去换 至少要在这个非中国大陆地区啊 要去香港 泰国 这个激州岛 那个甚至其他一些国家去换 或者去美国本土换如果在中国国内的这个使领馆来更换呢 那就会对美宝父母再次入境或者再次申请美签产生不利的影响 进而拒签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谣言 事实上呢无论你在国内换美宝的护照 还是出境去换美宝的护照 甚至跑到美国本土去换护照 他所带来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甚至这些使馆工作人员 他并不关心你美宝父母在出入美国的情况 或者签证申请的情况 他所关心的是这个美宝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他的护照在拿到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涉嫌欺诈 或者有一些不真实的情况出现 如果一切都如实的话 OK那他就会给你换这本新的美国护照 至于影响到美宝父母的这个出入境 或者再次申请美国签证呢 这个其实他的影响是一样的 就不管你在国内换 还是出境换 还是去美国换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美宝父母是使用旅行签入境美国 然后在入境的时候也没有如实说 那不管你在哪里换美宝的护照 都会受到质疑 你在下次出入境美国的时候 你在下次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 都会被质疑 那如果你是正常的申请了城市签 或者出入境的时候是城市告知的 那这个风险其实是很低的 那为了这个规避这个不存在的风险 而特意出境一趟 其实并不值得 罗宾大叔本人已经给自己的孩子 换好了美国护照了 那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刁难 工作人员也甚至没有问过 你去美国的时候是有没有如实说 你申请签证的时候有没有如实说 要去美国生孩子 他只是核对了我们提交的资料 然后呢就很快地给了一张通过纸 隔了两到三周吧 然后就去拿到了美国的新护照 所以这不能在境内换美宝的护照 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谣言 OK 然后第三个谣言 入境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 美宝一定要使用港澳通行证入境 不能使用美国护照来入境 这也是一个谣言啊 实际上罗宾大叔也尝试过 上一次去香港换旅行证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了孩子的美国护照入境的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呢 父母使用港澳通行证入境 只要提交这两张港澳通行证的卡片就可以了 那美宝使用美国护照入境呢 还要填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只是像那个普通的入境卡一样 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然后看完以后呢 这个入境官员就很痛快地就盖章了 所以说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然后第四个谣言啊 单身妈妈不能去美国生孩子 一定要找个男人才行 至少表面上要有个丈夫或者男朋友 这也是一个谣言啊 这个罗宾大叔也接待了不止一个单身妈妈 去美国生孩子了 所以完全是可以去的 现在宝宝已经带回中国了 那第五个谣言呢 就是单身妈妈她的出生纸啊 一定要写上父亲的信息 如果不写的话 这个出生纸的出具就会有问题 这也是一个谣言 那单身妈妈的出生纸 你完全就可以只写一个人的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信息 然后父亲那一栏呢 控在那边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美国这边对于单身母亲 是没有任何歧视的 大家可以开个脑洞 如果你是单身母亲 她就不给你出出生纸的话 那美国居住的 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70%到80%的黑人家庭呢 她是一个单亲母亲 这么一个状态 那她们岂不是都没有出生纸吗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谣言啊 OK第六个谣言 月子中心都是非法的 所以他们都要遮遮掩掩 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啊 甚至那些月子中心老板 都要戴着口罩墨镜才敢出镜 或者接受一些采访 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啊 月子中心它并不是非法 可以说呢 只是一个处在黑色地带而已 月子中心呢 大多数会涉及两个比较敏感的点 第一个点呢就是逃税 因为月子中心呢 很多都是只收现金的 只收cash 那这部分的收入呢 它不会作为它的一个 正常的收入拿去报税 那美国的税务机关 也就是IRS啊 就会基于这一点 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查抄 或者进行一个讯问 这是他们的一个原罪 那如果是正常报税的月子中心呢 这一点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点呢 月子中心可能会涉嫌 指导或者帮助孕妇 以欺诈或者隐瞒的方式 获得美国签证啊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罪行 因为如果你是孕妇 你怀孕了 然后你是准备到美国来生孩子 然后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呢 又对签证官说 我是来美国旅游的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月子中心有教唆 有指导 或者有帮助制作 这些虚假的材料的话呢 那他就会涉嫌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罪名啊 那前段时间 前两年发生了一个 美国的一些联邦机构啊 查超在位于洛杉矶 某些城市的一些月子中心呢 他们主要涉嫌的罪名 这就是这两条 第一条涉嫌逃税 第二条呢 涉嫌帮助这个签证申请人 以欺诈欺瞒的方式 或者美国的签证 所以说呢 从这个广义的定义上来讲 月子中心并不是非法的 美国的法律原则呢 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那月子中心并没有在法律禁止的条目上面 所以它是可以运营的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报税 只要你不犯签证欺诈或者其他法律条款 那就是可以的 那第七个谣言呢 就是说塞班入境啊 塞班的CPP的入境和美国本土的CPP入境 它是不联网的 这个呢也绝对是谣言啊 这两个地方它们也是联网的 它塞班的CPP可以看到你这个美国有没有入境记录 或者有没有签证申请记录 那美国的CPP 美国本土的CPP 也可以看到你是否有入境过塞班岛 是否有被塞班岛拒绝入境这么一个记录啊 这两个是同属于一个联邦的美国 它是同属于美国联邦机构的管辖之下 所以它们之间是联网的 OK第八个谣言 就是如果你美签被拒签了 那你的加拿大签证呢 十有八九也会被拒签 那小伙伴会来问啊 他们因为同属五眼联盟嘛 Five Eye 五眼联盟 那两个国家呢 有关系非常的紧密 所以说我如果申请美签被拒签了 我想转到去加拿大生孩子 我再去申请加签 十有八九也会被拒签呢 这个话题其实也是不对的 罗比纳书也是接了不止一例这样的案例 美签被拒签了 然后想求助罗宾大叔办理加签 那其中呢 罗宾大叔接手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加拿大签证的 所以这个也是谣言 那第九个谣言呢 就是反过来啊 加拿大如果被拒签了 那美签也会被拒签 这个也是谣言 那我也接过这样的案例啊 就申请加拿大签证 有过拒签记录 然后这次呢 想到美国去旅游 或者美国去生孩子 去申请美签 那其中的大部分呢 也是顺利的通过了签证的 所以这个也是谣言 OK 那最终极的一个谣言 第十个谣言 就大家可以传说 现在的美国总统呢 可以立刻禁止 或者终止赴美生子这件事情 这个呢 其实罗宾大叔在往期节目当中有讲过啊 这个其实并不能 严格意上来这么说 总统确实可以通过 颁布一个总统行政令 叫Executive Order的方式 来给赴美生子 或者申请赴美生子程式签 加高门槛 或者提高限制 但是呢 他并没有这个权利 来修改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来终止落地国籍 这么一个法案 所以说呢 总统并没有权利 可以立刻终止赴美生子 他只是有权利 可以给赴美生子 增加麻烦 增加门槛而已 好了 那以上的十个赴美生子的十大谣言 你有没有听清楚呢 如果对于赴美生子 或者附加生子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欢迎来联系罗宾 罗宾的微信号呢 是82747970 82747970 罗宾大叔呢 可以为大家提供赴美生子 附加生子的咨询服务 当然是要收费的哈 罗宾大叔还可以为大家提供赴美生子 城市签的代办服务 以及美国加拿大 十年旅游签证的代办服务 另外呢 罗宾大叔还可以为大家提供三个国家的移民服务 包括一个南太平洋小国 叫瓦努阿图共和国的投资移民 包括呢 投资移民拿绿卡 也可以投资移民 直接拿护照 这么一个移民项目 瓦努阿图呢 作为英联邦国家 他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所以在当地的语言问题 相信比其他的一些非英语国家更为方便一些 另外呢 他的投资移民项目 也可以说是全世界价格门槛最低的一个国家之一啊 另外两个国家呢 是欧盟国家 一个是希腊买房 买25万欧元以上的房产 送一家三代的绿卡 以及呢 塞浦路斯买30万欧元以上的房产 送一家三代的绿卡 这么一个项目 以上所有的收费服务呢 都可以在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 3w.罗宾大叔的全评.com上可以看到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显卡赴美生子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